随口说大马 大家好 印度冷冻牛肉 我刚来的时候9块9马币一公斤 现在已经是12块9一公斤了 这应该是马来西亚最便宜的牛肉了 这个盆里是已经化动好了的两袋 也就是四斤牛肉 你看这个纹理 这应该是牛前腿 就这种肉做酱牛肉 那就是没质了 咱们先将这个牛肉焯水 撇出那个血沫子 然后直接用凉水冲洗 然后再浸泡它几分钟 这样做出的酱牛肉口感特别好 放一袋六比鸡的甜面酱 豆蔻和桂皮 花椒大料 大料多放 丁香一定要少放 味太重 放姜不放葱 盐您照的七勺放 鸡精可以来一勺 老抽上色 生抽提鲜 再放几粒冰糖 高压锅压45分钟出锅 控控汤顺丝放在保鲜膜上 趁热卷上它 一定要趁热卷啊 凉了卷不上了 一边卷是一边眨眼放气 卷的是越紧越好 这样您切的时候它就不会散了 卷完以后呢 您最好找点重的东西给它压上 这样的肉呢就更加磁石了 要吃的时候呢 您把这保鲜膜剪开 切成薄片 你看看 这叫一个地道 好吃吗 嗯 好吃啊 好吃吗 剩下的肉汤呢 可以酱点尖椒和土豆下酒 还没完啊 最后你再煮出一锅鸡蛋 完美 人才呀 我是